都说戴纹身不太好惹 大自然力也是如此 就拿斑马来说 据现存于美国爱达河州国家博物馆史前马克动物化时分析 斑马是由400万年前的圆马进化而来 历经几个重要发展阶段之后 如今斑马主要分为三种 平原斑马 细纹斑马 以及山斑马 细纹斑马是斑马家族中体型最大的 其成年后体长可达2.7米 体重最多能达到900斤 主要分布于非洲东部 中部和南部 气息于水草丰盛的热带草原 和细纹斑马相比 生活在南非的山斑马 更像是家族里个头最小的弟弟 成年以后的体长仅在1.8米到2.3米 体重也就500斤左右 体型介于两者之间则是最为常见的平原斑马 其体长在2.2到2.5米 体重约为700斤 如今平原斑马混得最好 不仅数量多分布范围果 其属下亚种也最多 一般而言 大家在非洲草原上看到的都是平原斑马 当然说斑马不好惹是因为条文 这次是纯属开玩笑 但斑马没有被人驯养用于成奇 运输 也没有人用它卷养用于畜牧业 或者是食物供给 有一说一 确实是这样的 难道古人或者是先祖们 就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吗 实际上在历史上 包括现在的确有不少人尝试 驯服过斑马 但结局无一例外 全部目的 据文献记载 公元1869年 英国殖民者沃尔特·罗斯柴福德 曾经驯服了几笔斑马用来拉车 但斑马一旦发情 就会完全不受控制 别说拉车了 就连路都走不好 18世纪中起 资本家乔治·格雷 把他在南非的斑马运到了新西兰 用来充当交通工具 但斑马遇到人群就只会横冲直撞 1907年肯尼亚内罗毕的一位医生 罗森多·里贝罗 曾尝试把斑马作为日常上下班的交通工具 结果因斑马受惊 多次摔下导致骨折 显然斑马是不太合适当作坐骑 或者是交通工具什么的 那么战场上有没有考虑一下斑马呢 想法是故意好想法 但是也罢行 首先马的时速大概为60千米每小时 而斑马的时速只有40千米每小时 而在耐力方面就差得更多了 斑马的短时间爆发力还行 但想要像马一样驮着个人跑上一两百公里 那基本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斑马的性格问题 相对于马或者驴来说 斑马长年生活在有石油猛兽出现的非洲大草原上 性格要暴躁很多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使它警觉 甚至受惊 另外斑马虽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 但没有固定的栖息地 群体中无确定的首领 遇到突发情况 斑马只会乱成一锅粥 根本没办法做到有序的大规模训养 虽然斑马似乎不能给人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帮助或者是作用 但人类对于斑马的好奇心却从古至今丝毫未解 比如从达尔文时代便困扰着无数科学家的谜题 斑马身上的条纹是干什么的 有人说斑马长条纹是为了伪装 也有说是因为条纹能造成空气对流 帮斑马在炎热的环境中降温 还有的认为条纹是斑马的社交标志能让斑马在野外认出同伴 但这些假设都被推翻了 条纹伪装对于狮子来说不太起作用 因为狮子的视力本来就不好 猎物在远处的时候主要靠听觉和嗅觉来发现它们 至于降温有科学家对斑马和其他野生动物进行了热成像测量后发现 斑马并不比其他动物凉快 至于社交标志那就更离谱了 斑马是通过脸和声音来辨别彼此 并不需要条纹 而且偶尔出现没有条纹的斑马 它们也并不会排斥它 这么多猜想并不成立的话 那答案是啥呀 很简单 为了躲避马赢的鼎咬 就什么简单 第一个证明这种假说的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生物学家蒂姆卡罗 他曾在英国萨莫赛特的马场里用摄像机记录了马和马营的预计移动 然后一帧一帧的分析 然后发现马营落在纯色马种身上有10秒到20分钟不等 但马营却很少落在斑马身上做停留 大多数马营只是选择飞过它们 甚至在它身上停到不到一秒就飞走了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猜想 研究员们在控制好气味 温度 风速 变量的情况下 又设计了一个实验 它们给同一匹马分别穿上了白色黑色以及条纹三种不同的外套 看一看在同样的时间里究竟哪一种驱蚊效果最好 结果是条纹外套驱蚊效果最好 于是斑马条纹能驱蚊的想法成立 之后的研究又发现 黑白条纹会让马营产生眩晕感 在马营逼近的时候会扰乱它们的运动模式 从而导致马营无法正常降落 这个发现对于养马的或者是骑马爱好者来说 它们可以考虑给马或者是骑手定制条纹外套 从而避免马营的骚扰 而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 这个研究给我们的启发很简单 夏天要到了 你不考虑给自己买两件条纹T恤穿一穿 最后给大家问个问题 你觉得斑马是黑底白纹还是白底黑纹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 或者是发在弹幕上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记得关注收藏评论点赞哦